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 微优异3的课程 今天是第23期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事件修饰服 对 温优异中给咱们提供了 事件修饰服功能 让咱们干什么 让咱们避免直接使用系统级的全局调用 比如说咱们上期所用到的 阻止事件提交 这个其实与咱们的业务逻辑开发无关 对吧 它是系统处理内容 换句话说 相当于温32底层的API 温优异设计者游大神 他在设计这条框架的时候 他尽量避免让咱们去调用 底层的API 而让咱们专注于学习 VUE的API 就足够应付99%以上的开发 那么咱们今天就学习一下 事件修饰服 让咱们避免去调用 底层的处理事件的API 好不好 OK 那咱们开始 首先大家请看 他官网给咱们提供了这么几个事件修饰服 阻止停止事件传递冒炮 捕捉自己 仅仅处理一次 以及阻止处理这个事件 好不好 大概是这么几个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第一个 阻止事件提交 就拿咱们前几期给您举的一个例子 咱们今天再看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代码的部分 咱们举的还是前几期我给您讲的 to do list处理 对吧 咱们还记不记得 前几期咱们处理to do list的时候 对不对 咱们每增加一个预定 它就会向服务器提交一次 结果导致咱们的页面上的显示不正常 那么咱们怎么做的 上期 咱们通过这个地方 咱们调用了系统级的底层API event prevent default 阻止该提交 阻止该表单提交 对吧 那么咱们就能够正常的进行页面显示 对吧 但是咱们这个处理 大家请看 调用的是底层API 这个不是VUE框架税者所希望看到的 那么怎么办 今天咱们就使用修饰服务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我本地建个文件 index.html 然后考上咱们的模板 目前的咱们用的版本 还是RC9的VUE3的最新版 然后考上咱们今天的代码的部分 目前这代码的部分 还是和前几期我给您介绍的内容一样 它通过这个底层API的方式 阻止事件的提交 咱们看一下结果 先存盘 先保证咱们的结果正确 今天是第23期 这个地方 好大家注意看 我点击了 点击之后进入 这是咱们的预定处理 对吧 咱们这些地方 咱们可以输入任何内容 比如说1122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咱们在一个表单当中 然后咱们点击了按钮事件 它并没有激发向服务器提交的事件 对吧 完全没有问题 OK 咱们怎么做到的 对吧 咱们是通过这个 prevent 那咱们如果把它屏蔽起来的话 因为咱们不想调用底层API 咱们把它屏蔽起来之后 咱们再刷新页面 再运行 看看什么结果 大家请看 向服务器提交了 对吧 然后内容消失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怎么解决 今天咱们就采用事件修饰符的方式 进行解决 怎么做 很简单 大家看我的代码 怎么改 大家往上看 在foam这个地方 咱们就不这么写了 咱们怎么写 咱们这个地方声明一个提交事件 然后注意看 点儿 我阻止这个事件提交 然后这个地方再传一个函数 在阻止事件提交之后 咱们执行某一段处理 也就是说 向表单提交这个动作 咱们放到咱们GS端进行处理 这样的话 这个表单就不再提交 咱们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并没有去硬性的阻止它提交 而在这个地方 使用了一个修饰符 好 咱们试一下 我存盘 f5运行 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 注意看 我这继续输入 大家请看 是没有问题的吧 对不对 同时大家请看 在阻止提交事件之后 它调用了一个 no submit 这no submit 也是这一个标准的函数 我在控制台 仅仅输出了一下 no submit 咱们看一下 控制台 大家请看 现在已经输出了4次 所以这地方看到是4个 对吧 比如我再输出了5 它又输出了一遍 然后因为它 如果您是连续输入的话 它就不再往下增加 而是说 自己的次数增加 对吧 OK 这个就是咱们使用 试验修饰符简单的处理方式 当然 我给大家说一下 当然 这个地方呢 您可以说 我不做任何的处理 我就是想不让它进行表现提交 那这个地方您都可以甚至不写啊 您把它直接删掉 存盘 然后F5刷新 它呢 就不再做任何的处理 而仅仅是阻止表段提交 阻止表段提交的所执行的函数呢 也就不再执行了 对吧 这个是看见这个业务需求 怎么做都可以啊 大部分情况下 可能咱们在阻止表段提交时候呢 并不做任何的处理 那么您采用这种直接写上的方式就可以啊 下面的函数呢 您就可以把它删掉 或者说屏蔽掉就可以了 OK 今天呢 就是简单的给您讲解了一下 事件修饰符大概的使用方式 它呢 并不直接调用系统机的底层API 而采用一种更加简洁的方式 实现了咱们阻止事件提交 这个知识点呢 非常的重要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好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参照一下吧 今天的课件呢 就是这么多 希望对您学习VV3呢 有所帮助 好 那这期内容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